他說這個圓和直線交AB兩點 圓心是P球少型PAB的面積 好 李漾 看到這個圓 麻煩李漾先把誰算出來 把圓心的誰放進 這叫豬 這叫一 這叫型 回答我 圓心是幾 把豬一 豬六加 符號 豬一 豬六加 符號是二 一 半徑 十六加四 二十 加八十 一百 開個號 十 二分之一 五 所以說把圓心半徑找到 找到之後他說圓和線交AB兩點 所以說你畫出來理解 OK 圓心事情 他說圓心叫P點好不好 所以說這圓心要是改成P行不行 所以說這圓心叫P點事情 二 一 然後他說這條直線畫過去 交什麼AB兩點 這條直線事情 3S加幾Y 4Y加5 交到A點和什麼點 P點 老師講過還記得這題嗎 先算跌線距離 什麼意思 先把圓心到直線距離算出來 更好多少 A平方 9 加B平方 16 絕對值 打A使用幾代 2代 我用1代 6 加4 加5 算出來是5分是15 可見字段距離是其 3 老師講過字段距離是不是3 知道老師想請問一下一個現象 這邊連起來是誰 半徑 告訴我半徑是其 5 所以說這段長度是其 4 所以說這段長度是其 4可見 AB會是其 8 OK 老師把這條直線畫這樣好不好 快一點 老師問你 造型PAB怎麼算 第三個 你看一下 把它畫出一個3 老師 告訴我底四幾個 8 高四幾個 3 4 2分是底四幾 8 高四幾 3 所以答案四幾 12 1 1 2 2